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前面讲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 处在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 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考试的分值最高 它占到多少呢 14到18分 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发现第八个知识点 我叫做哲学的分值 实际上就意味着说 哲学马哲它是有所不同的 在所有的学科当中 哲学当我一说到两个字的时候 它对应的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 那么就意味着说 马哲一定是西方哲学中的 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开端 我才会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有的不管是黑格尔哲学 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果我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 就是第八个知识点 我要讲到的哲学的本质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 这句话就是所有哲学的共同的本质 不管是古代 还是现代意义上的马哲主义哲学 它只要属于哲学流派中的 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它同时都要具有系统 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这样一个特征 在哲学的本质当中 既涉及到世界观 又涉及到方法论 我们把它展开一点来讲的话 世界观 就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方法论 就是最一般的共性的 我们说的那叫根本方法 那我们说到一个世界观方法论 这两个概念 你可以不需要死尽被 你需要理解的是什么 需要理解的是哲学 世界观方法论的关系 如果我这样说 哲学就是世界观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以 因为 哲学是系统化 理论化的世界观 也就是说 哲学与世界观是有区别的 它的区别在哪 它的区别在 世界观可以是零散的 不系统的 那哲学一定是 以理论体系化的形式 表现出来的 对世界观问题的研究 所以它叫系统化 理论化 是它的区别 那它的一致性在哪 它的一致性在于 哲学就是世界观 不对 它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把这句话 通俗的解释出来 就是说 人们所有的 只要它进入到 世界观层面的问题 哲学都要研究 它叫做对世界 总的看法和根本的观点 世界观要研究的 哲学就要研究 它的区别 就在于系统理论化 如果哲学 仅仅是世界观 它跟方法论无关 我看不学也罢 如果你觉得 只有中国的学生 学哲学 那我告诉你 大错特错 世界上所有的 国家的大学生 只要大学毕业 你肯定有门通识课 就是我说的哲学课 为什么 因为哲学是 关于世界观的学 哲学是世界观 方法论的统一 把哲学和你的具体的科学 结合在一起 那个指导论 就是我们说的 方法论 所以哲学最大的魅力 恰恰在于世界观 跟方法论的统一 如果把这句话 说的再明白一点 打到一个街边上 一个比较 稍微大一点的书店吧 然后你一看 有一个书名 叫使人聪明的学问 你觉得 当你看到 使人聪明的学问 你会想什么 那我告诉你 除了哲学 不可能有第二门 学问叫 使人聪明的学问 为什么哲学 就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因为哲学 是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 哲学是关于 整个世界 总的看法 根本的看法 那叫世界观层面 把它应用 叫方法论 在你的任何一门 具体的科学研究当中 当你碰到一个 不知所措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的时候 怎么办 谁的哲学造语深 谁可以最先找到 成功的捷径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专业的学生 都要学哲学 我之所以一上来 就要讲哲学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西方哲学 近代哲学的终结 现代西方哲学的开端 它属于西方哲学当中 它属于什么呢 现代西方哲学的开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古代的哲学 叫什么呢 古代 大家说古希腊 近代 然后到了现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 德国古典哲学之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 现代西方哲学 还在继续发展 什么人文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思潮 好 至于说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讲什么 发现出现了一个 四个 如果我们简单的概括 不是按照 内在逻辑体系去概括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讲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讲两种根本对立的本体论 大家想一想 什么叫本体 本体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先有什么 后有什么 世界起源于什么 然后怎么发展 大家说世界先有什么呢 大家说先有物质 后有意识 先有物质 给它翻译过来 叫唯物主义 先有意识 叫做唯心主义 两种根本对立的本体论 就是唯物和唯心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回答了 世界的本体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的基础之上 进而回答 世界的存在方式 那个叫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 一个叫辩证法 一个叫形而上学 那人类怎么去认识它 叫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 把唯物论辩证法应用到历史观 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一个唯物识观 一个唯心识观 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身按照它的内在逻辑体系去概括的话 出现了一个 凡是你看发现 都是某一个层层递进的 我一说符合逻辑 大家知道 什么叫符合逻辑 符合逻辑就是我说了上一句 我才能说下一句 那叫符合逻辑 对吧 好 大家看一下 你发现这个逻辑结构当中 就一个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刚刚说过 马克思主义哲学跟哲学的区别 好 我讲几个 往上看 先往上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我们刚讲过 世界观方法论的同意 那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普遍规律的学说 往下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它叫做理论基础 我刚才提到过 我第一个知识点讲的就是 科学事物主义处于核心级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叫理论基础 那我放到这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 只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是理论基础 那我告诉你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规律的学说 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 三大领域都具有的共性的规律 才能成为哲学的规律 所以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理论基础 那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那我下面问一个问题 现实的世界就有两部分构成 哪两部分呢 那说一部分是自然界 一部分是人类社会 没错 当我们对自然界最一般规律的概括 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要回答的 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底线 我还有三个字呢 自然观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要研究的 如果把这句话 我用一个更直白的话 表述出来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两个组成部分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 一个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世界观是由自然观和历史观构成的 你发现我说了世界观 说了自然观 说了历史观 打说我们还知道价值观 人生观 好 挺好了 世界观也好 自然观也好 历史观也好 那个观 其实就是我说的观点 我加个定语 最根本 最一般的观点 世界观就是关于整个世界 最一般的观点 那自然观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自然界产生存在法 最一般的观点 人生观就是关于人生最一般最根本的看法 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两个部分 自然观和历史观呢 因为自然观和历史观 自然和人类社会 共同构成整个世界 现实世界两个部分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它就两个组成部分 那我为什么先要讲辩证维物主义呢 因为先有自然界 后有人为社会 所以我要从自然观到历史观 所以我加了个箭头 在辩证维物主义部分当中 我们第一个讲的部分内容是什么 是辩证维物论 然后你发现辩证维物论底下 我加了一个叫 它是回答世界的本质的问题 我又加了个箭头 然后叫维物辩证法 维物辩证法是关于世界的存在方式 他说辩证维物论 维物辩证法 这俩怎么那么像呢 你要告诉我 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含义啊 那我就给你扣个帽子 那就是汉语的学号 辩证维物论 我讲的是维物论 维物和谁一对呢 和维心 那辩证和谁一对呢 辩证和形式上去 也就是说辩证维物论 那个维物是主语 辩证是它的特点 那维物辩证法 我的主语讲的是辩证法 那个维物是它的前提 好 说到这儿 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像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先讲辩证维物论 再讲历史维物主义呢 因为先有自然界后 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程度 有了实践 有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之后 才有了历史观 那我们为什么先讲维物论 再讲辩证法呢 那你就得知道 它的那个逻辑性 那个思路在哪 出现了一个 跟这不一样的 为什么再全部哲学 我用的是哲学 不仅马哲 所有的哲学 只要你要想构筑你的哲学体系 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唯物还是唯心 这叫哲学的基本立场 基本派品 为什么 因为 无论自然界 人类社会 所有的现象 从哲学上概括 就两大现象 一个叫客观的物质现象 一个叫主观的精神现象 既然整个世界 就两大现象 那你就得知道 谁在先 谁在后呢 打说物质在先 意识在后 恭喜你 这叫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有唯物 自然就有唯心 从哲学发展史上 古象亚哲学中 既有唯物 又有唯心之称 那个叫唯物与唯心的区分标准 所有的哲学的逻辑起点 都要从物质第一性 还是意识第一性 作为切入点 构筑它的哲学体系 我说的再明白一点 你要不回答这个问题 你的哲学体系 无从概括 所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不例外 先要回答 物质第一性 还是意识第一性 打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啊 那我下一句我就要问你了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 唯物主义有几大形态啊 难道只有一种吗 他说不是 有三种 那我就要问了 这三种 唯物主义形态的区分标准是什么 就是我第二个问题 要回答 依据对物质观的不同认识 要古代叫朴素唯物主义 近代叫形上学唯物主义 现代叫辩证唯物主义 也就是说 唯物主义的最后一个形态 是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变证唯物主义 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形态 它科学在哪 它科学在 它的物质观是科学的 那我就要展开讲 那个变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是什么 怎样去做出的一个哲学的概括 当我讲完物质观之后 打说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 那你不能不回答 为什么意识是第二性吧 那我就涉及到 那个意识观要讲的问题 意识与意识观的区别 我想大家得知道 包括我前面讲 物质跟物质观的区别 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在这所有的 你眼前可以看到的东西 什么桌子椅子电脑 这些你都可以叫物质的具体表现 你就不能叫物质观 那依此类推 意识跟意识观的区别在哪 意识有很多具体的表现 而我一说意识观 就是关于意识最一般的看法 就跟我前面讲到的世界观 人生观那观是一个意思 哲学 不研究那个具体现象 它研究的是最共性的概念 所以我们用物质观 意识观去回答 去概括物质的意识第二性 那当然讲完物质观意识观之后 我肯定要讲物质跟意识关系 到这儿这叫什么 这叫辩证唯物论的核心内容 想一想 辩证唯物论 主语是唯物 物质第一性 物质跟谁一对 跟意识一对 无外乎讲 两观物质观意识观 一大原理 物质跟意识的关系 这样去理解它 我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的内在逻辑性 你才可以把握得更清楚 好 展开来讲 缩造辩证唯物论 第一个知识点 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什么是哲学 然后第九个知识点 进入到哲学基本问题 这我要讲 我刚才说了 构筑任何 任何一个哲学家 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 第一个要回答的 都是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那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 它出现在哪一个 哲学基本原理 当中呢 出现在 哲学基本问题 这样一个原理当中 那哲学基本问题 是什么 我讲三个啊 围绕这样一个基本原理 我讲三个层面 第一 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 什么是呢 恩格斯给他概括为 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我的重点强调在哪 强调在 强调在 关系两个字 有同意说 我没听过思维与存在啊 说我听过的是什么呢 听过的是物质和意识 没错啊 思维与存在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也可以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就它本质上是同一含义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提示了 我刚才说了 整个世界当中 无论自然界 人类社会 啊 现实客观物质世界当中 所有的现象 最终就要概括为两大现象 哪两大现象呢 一个客观的物质 一个主观的精神 既然整个世界 就两大现象 你觉得构筑哲学体系 第一个回答的什么 一定是谁在先谁在后 用一个标准的哲学术语表示 就是围绕哲学基本问题 第二个不要讲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 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 思维与存在 或物质与意识 何者为第一性 即物质和意识 何者为第一性 就是谁决定谁 谁是世界本源的问题 出现了一个 之前大家可能知道 但从来没有深思过的一个概念 第一性第二性 大家说汉语中第一第二 就是个顺序 没错啊 它就是个顺序 是不是所有的 不管是哲学还是受学 还是任何一个 我们讲 说到第一第二 都是一个一般的顺序 那哲学为什么不用第一第二 它用第一性第二性 那我给一个提示 哲学不研究你 问谁考试第一名第二名 他也不研究 社会学的第一性第二性 你问一个学社会学的 你说社会学中 什么叫第一性 什么叫第二性 他会脱口出告诉你 社会学中的第一性指的男性 第二性指的女性 那你能不能随便问一个学哲学的人 你觉得哲学上第一性叫什么 那我告诉你 第一性叫本源 第二性叫派生物 世界的本源 大家知道就是从它起源而来的 你告诉我物质第一性 那就是唯物 精神第一性 就是唯心 这是依据 哲学基本问题 第一方面来概括出来 当我说到第一性和第二性 本源和派生物的时候 你发现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物质跟意识的对立 它的区别 那物质跟意识有对立 有区别的那一面 它一定还有联系的那一面 有统一的那一面 我们用个哲学术语概括它 叫做思维存在 有无统一性的问题 全部马哲当中 不管在哪用到统一性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二者的一致性 二者之间统一 就是统一它的联系 其实我个人觉得 大家呢 就是不太熟悉 不太知道那哲学的话语体系 所以老师当讲到一个标准的哲学概念的时候 我会用通俗的话 你能够理解的话去解释 反过来你通过那个解释的东西 去记忆 去体会 理解 标准的哲学术语 我在这儿叫存在与思维 有无统一性 我后面讲到变证法的时候 我还说矛盾 有没有统一性 有 那个统一性 不管在这儿 还是后面讲的矛盾统一性 都是同一阿易 思维与存在 有无统一性 有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思维可以反应物质 没有统一性 就是思维不能反应物质 大家说什么叫反应 什么叫不能反应 用一个通俗的解释 思维可以认识物质 那个就叫统一性 二者具有统一性 那我们总得给它起个名字 它叫什么呀 它不能叫唯物吧 大家说它叫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没错 哲学基本问题 就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区分什么呢 区分唯物和唯心的唯一标准 第二方面是 划分可知和不可知论的客观标准 有同学说了 哲学就这两个方面 关系 当然不是 因为我讲的是哲学上 思维存在最本质的关系 最本质的关系就两个 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给它展开 既然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 是回答 思维存在何者为第一性 它是区分唯物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那我们就要给唯物主义下一个定义 唯物主义 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物质 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意识是物质的产物 好 我问两个 第一个问题 唯物主义的唯 打造唯在汉语中就是唯一 是不是说 唯物主义 只承认物质现象的存在 否认意识精神现象的存在呢 那依此类推 唯心主义是不是只承认精神 不承认物质现象的存在呢 答案是否定 那你得知道 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都承认世界有两大现象 一个物质一个精神 它的区别在何者为第一性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 唯物主义 从哲学发展史上 有几大形态呢 三大形态 第一大形态 叫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第二个叫近代形上学唯物主义 第三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三大唯物主义形态 它有共同点 哪共同点 都是唯物主义 都是唯物主义的含义 就意味着说 都坚持物质第一性 那么它又叫三种形态 它的区别在哪 它的区别在 那个唯物主义的物 它所指的那个内涵 是不同的 我们给它稍微展开一点 因为后面我会用到这些基本概念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 指的是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 我各举一个例子 它第一一定是物质型的 但这物质型不一定只是一种 它有可能多种 比如一种 比如水 是世界的本源 你去查吧 随便查一本 马自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 或者说马自主义基本原理 其实一说到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把一种物质当成世界本源的 往往第一个举的例子 一定是水 为什么大部分教科书 我不能用所有吧 大部分都会用举水呢 因为古希腊 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哲学家 就是泰里士 泰里士提出 在他64岁的时候 他提出水是世界的本源 泰里士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本身是干嘛的呢 他本身是炸油 就是商人 就是我们说的炸油的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菜字油 那为什么泰里士不 不能够说 他没有说油是世界的本源 他为什么说水是世界的本源呢 你应该知道 也许泰里士看到 人和动物离开水就要死 离开油没关系 所以他猜测 水是世界的本源 你觉得我一用猜测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朴素唯物主义的朴素 也就意味着说 朴素唯物主义 这六个字啊 两层意思 第一唯物主义 那物可以是水 当然还可以说五行说 多种嘛 好 五行说 我待会再说啊 为什么叫朴素 因为猜的缺乏科学论证 直观猜测性 比如说泰里士看到人和动物离开水郊 不能生存 一定还和他的什么 和他的周围的地理环境有关 如果泰里士是 我们说的如果是埃及人 没准他就猜测 沙漠是世界的本源 显然一定跟他的 我们说的 地中海盐地理位置 反洪水 洪水使世界汪洋一片 似乎又要重新开始 于是他天然的猜测叫古代朴素为物质 好 猜测水是世界的本源 那什么叫五行说 不用说大 知道金木水火土构成万物 金木水火土都是客观物质的 所以多种相生相合构成万物 那叫多种物质当成世界的本源 这是中国古代朴素为物主义具体表现 如果你对五行说感兴趣的话 回去自己研究去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门课 中哲史原著选读 有一天老师来上课的时候 没带讲稿 然后说今天讲什么呢 带了一堆什么 带了一堆挂签 教你们教算 教咱们老师教你算卦 大家说怎么还教算卦 显然不是要教我们64卦 而是教什么呢 而是要讲一经周一八卦 说到这儿 你就应该知道 五行说就出现在那个周一八卦 就是我们说的一经 如果有兴趣的 自己去研究 看一个南淮景的一经杂数 就点到这儿 不再衍生了 古代朴素为物主义 它的特点是为物 然后朴素 既然朴素缺乏科学论证 随着科学的发展 它一定会被新的为物主义形式所替代 就是近代形而上学为物主义 形而上学为物主义 两层意思 同样是两层意思 第一 为物主义 它当成世界本源的一定是物质 第二 形而上学是它的特点 当近代物理学 从物质最小单位 物质基本粒子学说 得出了一个结论 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 显然我一说到物理学 为什么近代形而上学为物理可以替代朴素为物理 成为第二大为物理形态 因为它第一次有了科学论证 那为什么它叫形而上学为物理 它认为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单位 原子是终极的永恒不变的物质的最小单位 你去给我查一查物理学发展史啊 在1906年的春夏之交 世界上至少有三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自杀了 为什么 因为汤姆逊发现了电子 那汤姆逊发现了电子 为什么会有一个物理学的革命 导致了哲学的变迁啊 因为具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物理学家 认为原子永恒不变 所以当汤姆逊发现电子的时候 原子都消失了 那物质就消失了 所以害死这些物理学家的 并不是汤姆逊的电子 而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形而上学孤立禁止 是近代唯物主义的缺陷 随着科学的发展 一定会被新的唯物主义形式所替代 那就是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三种唯物主义在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表现 你发现我在这 我并没有给形而上学下一个定义 我也没有给辩证法 没关系 我们后面慢慢讲 和唯物对应的叫唯心 唯心主义就是把世界的本源规矩为意识 叫做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 那么说到一个唯心主义 它有几种形式呢 两种 一个叫主观唯心主义 一个叫客观唯心主义 你觉得主观唯心和客观唯心哪个好点 我估计选哪个的都有 那你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你得想好我再回答 当我一问你主观唯心客观唯心哪个好点的时候 你不管怎么回答都不是我要的答案 你上来给我来一句客观唯心好点 大家知道好坏呀 你叫价值判断 我在这说的主观唯心客观唯心 无所谓好坏 都是唯心主义 都把精神当成世界的本源 那为什么又叫主观和客观唯心呢 因为他所说的那个心当成世界本源精神现象 有具体的区别 有不同的 主观唯心主义 把什么当成世界本源呢 把属人的某种主观精神现象 打说人有什么主观精神现象 打说人有感觉 嗯 这就有点靠谱了 跟着感觉走 那就是标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 比如说人是什么 感觉的什么 负荷 比如物是感觉的负荷 把各种感觉综合起来就叫物 那个就叫主观唯心主义的具体表现 比如说大明经理的哲学家 我说一个啊 大家肯定知道王阳明 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 你千万别把那心给我理解为心脏 到底什么叫心呢 精神的总和 心就属人的 这种精神的总和叫主观唯心主义 什么叫客观唯心主义呢 它就不是属人的精神现象当成世界本源的 它虚构了某一种客观精神 想一下什么叫虚构的某一种客观精神 比如说 以黑格尔为例啊 黑格尔是大明顶顶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 黑格尔认为世界起源于绝对精神 复归于绝对精神 拿破仑伟大 拿破仑也敌不过绝对精神 拿破仑不过是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 他说这黑格尔这么崇拜绝对精神 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 那到底什么是绝对精神 如果你去问一问黑格尔老先生 如果黑格尔老先生地下有知的话 你说黑格尔老先生你这个绝对精神 到底值得什么呀 你估计黑格尔怎么回答你 我告诉你我估计就八个字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因为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是虚构的某一种东西 我一家虚构的 打说我不叫绝对精神 我也不叫成诸理学的礼仪 我叫什么呢 我叫上帝行不行 可以 他也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 主观唯心客观唯心 严格意义上说客观唯心主义的客观应该是虚构的 他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那客观不同 就应该加引号了 他要区别于主观唯心属于人的主观精神 所以他不是客观真实存在 所以我用了一个虚构的某一种客观精神 比如说起个名字 李呀上帝呀等等 包括我刚才说的绝对精神 等等 说到这儿 这叫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 依据对思维存在 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 划分唯物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那依据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 划分什么呢 打说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客观标准 注意听我的用语啊 我刚才说的依据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 思维存在何者为第一性是划分 唯物唯心的唯一标准 当我说到可知论不可知论的时候 我就会说依据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 划分可知不可知论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 在全部哲学发展史上 唯物唯心可知不可知论 它都可以叫哲学的派别 但是地位作用不同 唯物唯心前面 我就可以加上它叫哲学的基本派别 可知不可知 我只能叫哲学的派别 想一想啊 老师强调的那个点在哪 基本派别 也就意味着说 在哲学发展史上 你要想构筑你自己的观点 必须先要回答 那个选择 或者那个叫基本立场 贯穿始终 打前提 那叫基本派别 在哲学发展史上 除了唯物唯心 其他任何一个派别 都只能叫哲学派别 而不能叫基本派别 可知论不可知论 叫哲学的派别 既然它不是基本派别 那也就意味着说 它要么属于唯物 要么属于唯心 所以围绕可知不可知论 我讲两个层次的东西 第一 我讲什么是可知不可知论 第二 我会讲它跟唯物唯心 基本派别的关系 也就是说 老师所有讲的哲学基本问题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它是带有顺序的 先要回答 何者为第一性 才能进而回答 二者是否具有 同一性的问题 可知论 不可知论 用它的区分标准来说 是依据哲学基本问题 第二方面 思维与存在 是否具有同一性 具有同一性的 叫可知论 不具有的 就是不可知论 休默和康德 是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 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 我重点讲什么呢 我重点讲 可知论 不可知论 与唯物和唯心的 那个关系 既然唯物唯心 叫哲学的基本派比 所有的 我后面提到的 任何一个哲学家 任何一个哲学观点 你第一个就要问你自己 它是唯物还是唯心的 然后 我用两组图标表现出来 第一组来看 唯物主义对应的可知论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 所有的唯物主义 都坚持可知论 那我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所有的唯物主义 都坚持可知论呢 我刚说过 什么叫唯物主义 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 大家知道 物质第一性 物质就是客观 客观的东西 是不能反映客观自身的 我要真正的坚持 物质第一性 必须同时坚持可知论 所以 只要是唯物主义者 我随便说 费尔巴哈 比如说 亚历士罗德 我随便说一个哲学家 比如说 培根 只要他是唯物主义的 一定同时是坚持可知论的 这叫第一个 从唯物和可知论的角度去讲 如果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讲 我刚说过 唯心主义是由主观唯心主义 客观唯心主义 两种形式的 具体表现出来的 你会发现我加了个箭头 主观唯心主义 是坚持可知论的 通过人的感觉把握 客观唯心主义 因为那个客观精神是虚构的 所以它是不可知论 好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了 告诉我 可知论是唯物还是唯心 不可知论还是唯物还是唯心 那你得要脱口出 可知论 包括所有唯物主义 和主观唯心主义 也就是说 可知论既有唯物又有唯心 而不可知论只能是唯心主义 从唯物唯心的角度 与可知不可知的关系 或者反过来 从可知与不可知与唯物唯心的外 你要脱口入处 在你们历年的考试当中 哲学基本问题 两方面的内容往往是放在一起考 也就是说考到唯物唯心 往往有一个选项 涉及到可知不可知论 所以我刚才把它讲得非常详细了 基本上哲学基本问题 讲到这种程度 应该说大家是掌握到这种程度 去对付考试 没有问题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做一个真题 模拟题 这是一个真题 比较早的一个真题 如果我们把它举一个例子 这个叫做 在下列命题中 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事 客观唯心主义 想一想 虚构的 某一种客观精神 不属人的 好 A 世界统一于存在 B 世界是观念的集合 C 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异化 4D 世界是上帝意志的创造物 E 物是感觉的负荷 我把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 直接告诉你 这道题 原题的正确答案是 C D C 绝对观念 D 上帝意志 这个都是属于客观唯心 那我现在问你 如果我把题干改了 下列命题中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 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就是 B 意 世界是观念的集合 答案是观念 你觉得和C那绝对观念一样吗 听好了 不一样 我给一个通俗的解释 你说到主观唯心 客观唯心主义 凡是属人的 比如说他看的B 世界是人的观念的集合 说得通 那就是主观唯心 你看那C 世界是人的绝对观念的异化 我没这么说的吧 那就是客观唯心 你比如说那E 物是人的感觉的符合 把人的各种感觉 颜色声音气味综合在一起 就是物 它就是主观唯心 在这五个选项当中 B C D E 大家知道B和E 就是我们说的主观唯心 C和D是客观唯心 你发现A我就没有说 A叫世界统一于存在 如果你告诉我 A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那我告诉你 不正确 为什么 我讲完了 整个辩证别无论的内容之后 你回过来 去告诉我 那个A 为什么 既不是唯物 又不是唯心的 它是一个 折中主义的命题 我先放到这儿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 我后面还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马斯主义哲学 创立之后 开始出现了什么 四个选项 A是唯物唯心 B是可知不可知论的对立 C是变成法型上学的对立 C是变成法型上学的对立 C是唯物时关与唯心时关的对立 这个题目是挺有意思的 我前面讲到 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唯物唯心 区分标准 第二是可知不可知论 区分标准 也就意味着说 它既然是跟哲学基本问题连在一起的 一定是说 哲学产生那天起 它就存在 哲学我们讲只有什么呢 贯穿始终的 才能叫基本问题 基本派别 那显然A和B都不是这样的正确答 变成法语行上学 这又没讲 我放在后面讲 好给一个提示 题目叫马哲创了以后 出现了什么 正确答案是四季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 全部哲学历史关上都是唯心事关 我给了一个提示 给了一个提示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放到历史观上 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 也就是说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放到历史观上 就叫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 是我们第四章要展开讲的内容 我只是给一个提示 当我们前面讲到哲学基本问题之后 我们在辩证唯物论部分 第二个 它的一个考点 就是第四个考点了 我们要讲物质观意识观 既然有三种物质观 既然有三种唯物主义形态 自然就有三种物质观 我说的再明白一点 有几种唯物主义形态 都是唯物主义 都坚持物质第一性 它的区分就在物质观的区别上 在三种唯物主义形态当中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形态 因为它的物质观是科学的 第十个知识点 我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物质观 不科学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物质观 有缺陷 它的缺陷就是 思维方式上 把个别等于一般 想一想什么叫把个别等于一般 又出现了一个之前没有见过的一对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对考点 我用一个最通俗的话解释出来 我可以说水是物质 我也可以说原子是物质 那我能不能说物质是原子呢 不可以 这叫把个别等于一般 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为什么是科学呢 因为它第一次 从哲学层面上 揭示了那个物质观 就是最本质最共性的那个特征 就是辩证流离物质观 上来就出现了一段引号 谁说的呢 列宁 四句话 三层含义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应 这四句话我是加引号的 加引号在我们教科书也好 讲义当中 我爱乎两个 第一 某一位经典作家说的 第二个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 所谓的 这个我已经告诉你 是列宁说的 所以它是不能够我们说的不能够出现问题的 就是包括我们的用语呀包括我们的标点符号 但因为你们考试虽然是必卷 但这种它都是以理解去把握的 所以不需要死尽被 重在理解 既然重在理解 就意味着说这四句话 就意味着说这四句话你要从几个角度去理解呢 三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右边的这个啊 列宁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来把握物质 好 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啊 我前面其实刚才说了一句话 大家我不知道 记住没记住 这句话 我刚才特别强调 我说啊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 它的概念都是一对一对 但我没有解释 为什么都是一对一对 比如唯物唯心变成法新人上学 我这儿有出现了物质意识 比如共性个性 你看都是一对一对 但我并没有解释 它为什么是一对一对 我放在这解释啊 列宁要给物质下定义 为什么要从物质跟意识的关系上来把握物质 它实际上这个的考点在于什么 列宁给物质下定义方法的科学性 所谓方法的科学性 那大家说 还有什么下定义的方法 我问你啊 如果我问你 人是什么 你说人是具有抽象思维制造工具的动物 那你觉得动物对人而言叫什么 我用个标准的逻辑学的术语告诉你啊 我们给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下定义 都可以用的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 叫鼠加准差的方法 比人范围更大的那个鼠 就人属于什么呢 人属于动物 那人和猪狗有什么不同 人可以抽象思维制造工具的动物 我们给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下定义 都可以用鼠加准差定义 比如说我们给水果下定义 水果就是什么 含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 我让你拿一水果 你肯定不给我拿核桃来 因为那是干果 因为它含水分少 这都叫鼠加准差定义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我们从哲学上要给物质下定义 能不能用鼠加准差定义 我用的是能不能 那我告诉你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整个世界 无论在这人类社会 就两大现象 一个物质一个意识 显然当我要给物质下定义的时候 没有比它范围更大的数 那我就必须要从它的什么 反面意识的关系的角度 去把我物质 因为只要是哲学概念 一定是对应整个世界最不变 最共性最大的 它就没有比它范围更大的数 所以哲学的概念都是一对一对 这是我讲的 列宁物质定义的下定义的方法的科学系 第二个叫物质的唯一特性 是客观实在性 我们要给物质下定义 物质对应意识 什么是物质呢 只要具有客观实在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 就叫物质 那个叫物质的唯一特性 是客观实在性 客观实在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当中 我一直在强调自然界人类社会 整个世界 你千万别告诉我 只有自然界中 有什么呢 物质现象 人类社会没有 人类社会也有物质现象 不然它哪来的历史 没物主意 那个叫物质的唯一特性 是客观实在性 我举一个例子 你体会一下什么叫物质 如果这么问你 镜中花水中月 是不是物质 如果我第二个再问你 未实施的城市建设的规划 你觉得是不是物质 如果我第三个问你 阶级斗争是不是物质 物质现象 第四 我问一个 相思数 我加了四个 下来哪些属于物质现象 比如我现在就考虑这个 A 镜中花水中月 B 未实施的城市建设的规划 C 阶级斗争 是D 相思数 如果我把结论告诉你 镜中花水中月是物质 因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未实施的城市建设的规划 它就不是物质 规划就是人对物质世界的反应 第三个 阶级斗争 物质现象 它是社会领域当中 有了人有了阶级 到了一定阶段 必然产生的现象 它就是社会领域的物质现象 第四个 相思数 不是物质现象 他说相思数 那数能不是物质现象 那我们换个表述 你觉得汉语中相思数 他更容易考相思还是考数 凡是说它是物质的 一定都定是数 凡是说不是的都定是相思 某一天你看大报纸上登一个 说某某著名作家 知名导演拍了一部电视剧 偏名叫相思数 你是本树想还是本相思想 这就是考试 其实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这句话要考你 未必会考直接考客观实在性 这句话本身 而是怎么样理解的 凡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当中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客观存在的现象 就叫物质现象 所以那个客观实在性 要理解全面准确 要到位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尤其是我还举了一个 应用性 就是灵活性很高的一个 那碰到这种有争议的怎么办 没办法 对就对 错就错 你必须跟我答案一样 所以你要想一想 它的考点在哪 好 第三层含义 不展开讲 物质范畴 是对物质世界多样性 和统一性所做的最高的哲学概括 这个强调的是 变着法跟形上学的对立 我们的唯物论叫 辩证唯物论 你看 我们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所有你眼前能看到的东西 最终用一个哲学概念概括出来 都叫物质 这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 多样性的 那个最高概括 基本上 讲到辩证为物质观 到这儿 我认为大家最重要的理解 那个物质的唯一特性 是客观实在性 如果我们把辩证为物质观 把它稍微再展开一点 去讲辩证为物质观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大家简单理解就好 我 点一个知识点 我点那第三个 叫体现了 维物论辩证法的统一 正确揭示了 哲学物质范畴 与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之间的关系 好 我通过一个什么来讲呢 我通过一个例题来讲 你看这个例题考的就是这句话 就是考的辩证为物质定义的那个 理论意义 哲学上的物质范畴 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范畴的关系 它考的就是一个标准的一道哲学的一个 单向选择题 当我说到哲学物质范畴 我刚讲完 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是再形 自然科学的物质范畴指的什么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 原子 质 子 中子 电子 层子 胶子 一直到现在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夸克 二者之间什么关系 四个选项 A 本源与派生的关系 B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C 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D 行事与内容的关系 在这四个选项中 到这儿 现在为止 哲学我讲了什么呢 我讲了A和B 那个A叫本源和派生 谁是本源呢 第一性叫本源 谁是派生 第二性 我刚讲了思维与存在 显然哲学上考的 哲学物质范畴 自然科学物质范畴 它跟我在这儿讲的 既然都是物质 它都是客观 显然A不能选 那我就讲B 挺好了 哲学上的物质范畴 只要已出现哲学 哲学都是以整个世界 最普遍的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那么都具有普遍性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B 至于C和D 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 我放在后面 讲到变证法 讲完了之后 我再展开讲 也就是说 变证为物质观一考 往往就会从这样一个角度 去概括它 哲学物质范畴和自然科学 任何一个具体的 它的那个不同点 大概说普遍和特殊的关系 如果加大一点难度的话 只要 我刚才为什么一说 加上哲学 如果我问你哲学和数学的关系呢 同样普遍和特殊的 也就是只有哲学 才具有整个世界最大的普遍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